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也不想说这些事了 因为已经足够了 其实我是想为一个人歌功颂德一下 这个人我发现也挺特别的 因为在中国目前一片的对知识分子对学术界的骂声当中 说他们没屁用 说他们连个屁声都不敢知 什么真实的科技上的报道 还有一些比较权威性的发言都胆怯的不敢说 在这一片的骂声当中呢 我们发现了一位黄万里先生 黄万里 我今天也是跟分享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看到一些这个角度这方面的 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 非常感动的 我觉得 我非常觉得是感动的一个他的人生 因为他这一生 作为一个水力学家 作为一个水库专家 作为一个真的是权威性的人物 他没有做到 就是说把他的知识跟他的学术的这种非常好的见解和 他自己应该可以有作为的是 成功的建成某一个大坝 而让老苦百姓呢 普罗大众是受益于 而不是受灾于 但是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但是他都没有完成的其中这两件大事 之一就是这个黄河 黄河 中央当时想把黄河的黄给制了 这整个是一个违反大自然的一个命题 黄河 黄文理先生呢 他是1911年出生 2001年去世的 享年90岁 他的一生也是 也有些坎坷 他是上海人高高大大的 然后呢 又去过苏联留学 又去过美国留学 然后她在回国的路上 就巧遇了她人生中的挚爱 这位非常漂亮的 非常可爱的女士 叫丁玉娟 丁玉娟 她也是刚刚是从日本留学回来 在船上两个人相遇 然后呢 就爱到一发不可收拾了 连生了六个孩子 这真是好夫妻啊 才会这样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采访呢 这个丁玉娟老人 也讲到她跟她的先生 黄万里的一些人生故事 更多的还是说 她对中国水利的 这个真正的 这个明心刻骨的 这样去想做 想阻止中央不要去建这个 三门峡大坝是第一个 而且她黄先生呢 是不断的上书 不断的去 去想方设法的去 跟中央的领导人接触 说这个 长江这个 三门峡呢 不能建 这个大坝不能建 只能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黄河的泥土太多 而且她本人呢 都是亲自的考察了 很长时间 要亲自去到那堤坝去 去看泥土 去看它的河床的结构 是不是能建 大坝 因为根据她自己的 所有的学业 她的能力 还有她专家的这些判断 她是最正确的人 是最正确的时候 想阻止去建那个错误的大坝 三门峡大坝 她没有阻挠成 没阻挠成 被打成反右派了 然后下放了 然后呢 她非常痛心 非常痛心 紧接着的第二个 就是黄先生想阻止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长江大坝 现在就是颇受争议的长江大坝 这个大坝呢 黄先生也是坚决的反对 说不要建 不要建 就说 因为她是个非常 有坚强意志的 非常严谨乐观的 这样一个个性 但是她最后 还是痛哭流涕 还是痛哭流涕 忍不了 受不了了 她 当时中央是李鹏 要建这个长江三峡大坝 当时呢 很多人同意 就黄万里先生反对 因为她根据河床的演变 她说 如果你们在长江三峡大坝 如果建立的话 将会成为祸国 殃民 所以她的九个 十个语言吧 有九个已经是说对了 那就说明她最后这一个呢 她也没有说决堤 也没有说还是炸了吧 看上去是很令人痛心疾首的 她的这一位 黄先生本人的经历呢 确实是 可见一个真正的学者 他对他所学习跟研究的 这种严谨的态度和他的感言 还有他不怕被迫害 不怕被打击 他就是这样一直的这样坚决着说 坚持着说不能在长江 建三峡大坝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是 立鹏总理的决定 然后中央呢 就是这样 顶着头皮也要上 这是确实是 他们以为人定胜天的 这样一个人为的工程 但是结果呢 人定胜天的工程的结果 还是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然后是1992年 正式通过 然后94年开始动工 这是长江三峡大坝 然后到2001年左右 正式的完工 然后向中国的大众开放 这样一来已经是20多年了 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 非常遗憾的是 这20多年时间呢 通过大自然的反馈 通过时间的证明 可见呢 黄先生的努力是对的 但是呢 结果没有实现 没有按照他的心愿 而实现 这是非常遗憾的 大自然就是说 应验了太多的灾难 太多干涸的土地 太多的洪水 泛滥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小的堤坝都决堤了 决堤都是 就被冲开了 是这样 这位黄先生 黄万里先生 是值得我们纪念 这位先生是值得 我们为他歌功颂德的 不要大家以为 我们对目前的中国 全都是愤怒 和不好 不是这样的 我们 画了两头说 黄万里先生的 他的功德是不能盖过的 但是只是遗憾的是呢 他的力量还不够 他的力量是太薄弱了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呢 他会成为国宝籍的人物 他会成为国宝籍的人物 他会被 特别是他活在英国的话 他被女王拿着一封宝剑 然后放在他的肩膀说 他被封为 SIR SIR就是一个女王 封男士的一个 一个头衔 是说明你对国家做贡献了 你对国家某一项目 尽了你的鞠躬尽瘁的这种 这种努力了 其实黄万里先生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SIR的一个加冕了 但是非常遗憾 他是生在中国 他是最正确的人 而且在最正确的时间 做着他最正确的事 非常遗憾 他的 想抵抗 他想阻止 这个 三门峡大坝 还有三峡大坝 都没能成功 李鹏在前两天已经是去世了 我不知道 黄万里先生 他是2001年去世的 他的在天之灵 会不会还在继续担忧 他一生 为之想阻挠和停止的这个工程 我们更多的 还是 更多的还是 要祝愿 更多的是 祈祷 为那些 将会受到长江三峡大坝 有这种潜在的洪水的威胁 和淹没的千百万的中国人们 为他们祈祷吧 希望他们能平安 希望他们这个夏天 都能平安度过 那如果真的天意就这样 这不是天灾 这是人祸 来临的时候 希望你们也能准备好 能自保一下 能 尽量 减低你们可能受到的灾难吧 我们只能在遥遥的国外 忠心的为你们祷告 为你们祈祷 同时我们 非常感激这位黄万里先生 他在88岁那年 终于 要求他说 我要 再上一次讲台 大家有看到他的录像 他当时已经被 确诊胃癌症了 而且带着尿布湿 带着尿布湿 因为他诗境 他一边讲课 都是要带着尿布湿 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路程 相信我们历史和时间 都会记住黄万里先生的 让他在天之灵 能得到安息 谢谢您 黄万里先生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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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